一口气爬160层楼 是什么体验 爬楼梯对于我设家常便饭 如何才能避免伤到膝盖呢 我一个未婚丁克带着俩娃 都成年好久了 每天还要陪妈妈睡 辛苦是谈不上 就是每次出远门 心里老是挂念着 这是我做了一宿的酸奶 你看这贼亮啊 我就爱吃自己做的酸奶 吃这个吧 一早餐搞定 我的生命中离不开酸奶 爬楼梯是个非常消耗热量的 有氧运动 如何避免爬楼梯伤到膝盖 首先热身是必须的 脚尖朝外 全程是大腿发力 大腿前侧发力 身体稍微屈宽浮身 爬的时候想象着大腿是往上抬的感觉 注意力都放在你的整个大腿或大腿前侧 我从副一楼爬到了最顶层 刚开始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几次后一边爬楼一边思考也是一种享受 加油哦 你一口气能爬几层呢 加油哦 加油哦